当约瑟夫一整局不拍照 打殿堂局会发生什么 最近也是自己的号玩得有点腻了 就帮朋友干一下这个牌位 然后这一局是个五届殿堂局 我们这边就来看一下约瑟夫一整局不拍照 到底能不能打得了四抓呢 这个条项有点自欺欺人了 他以为我没看到他 这边的话我想了想还是打一刀吧 下个存在感 但没想到这边居然弹到了 没关系 铁王室的这个香水CD挺长的 这边投铁过个板 他也非常投铁 他直接往前冲 这边的话只是一刀破箱 nice 这个铁王室人都傻了 这约瑟夫为什么不拍照 他是延迟牛吗 但是他这个脆火的话 这不是是一刀直接破了吗 这边的话喷那个香水没用 直接被我一刀击倒 我这边牵个气球一看 我的天 前面是地亚室爽翻了 这边因为我们拍不了照 所以这个机子修得非常快 这边也是抢节奏 直接传送 看一下是谁 是个盲侣 直接投铁过板 就有这么的投铁 现在的话我们还没有解锁二技能 所以回不去 那有只能走过去 现在的话应该会有傭兵去救这条仰式了 这边的话走过去看一下 果然 没关系 他这边有个搏命 我们就把他留住地亚室 他也不敢出来 这边只一个落地道 没打到 没关系 一刀 那这傭兵的话应该还躲在地亚室里面 他躲在里面以为我不会抓他 这边的话先看一下 天王师跑的位置 跑的方位 直接进去 打这个傭兵 把傭兵打残 这样的话就避免一个无伤救人嘛 现在天王师倒在那个方向的话 我大概应该能确定一下 预判一下 应该在这边 果然 可以 那这边的话再把他挂入地亚室 非常的舒服 不是吧 这约瑟夫不拍照都是这么猛吗 因为约瑟夫他是个控场屠夫 他这个追人的基础数据 还是给的比较慷慨的 这边的话感觉条仰式带了快摇 没想到居然被他摇下来了 这边的话展示一下容错 没关系 他也是跑不掉的 因为附近也没什么板子 这边的话也直接一刀带走 那这个方向的话也可能把他挂到地亚室的最里面 他带了快摇啊 但我这边一看 前面有人在修机 算了算了 不挂地亚室了 直接干扰遗产 因为这局两个修机位看到没有 一个盲侣一个座位家都放到外面爽修 所以这局的机子会非常快 我们这边的话还不能拍照 没关系 直接捏制牌出去逼迫一下 看前面的话是座位家呀 看能逼一下他的这个阴差 把他的技能逼出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回溯 这边看着他 哦 技能交了 直接回去 那这附近没有耳鸣 这个人应该是被卖了 没关系 这边的话 看一下机子走动 准备进行传送了 确定好 附近没人了 哦 这边假装甩个牌 实际上我是要传送的 OK 看看这边是谁 哦 是个佣兵呢 佣兵不花 哎 佣兵的话感觉追不到 逼一下他的护腕吧 他不敢交护腕 因为护腕用一个 少一个 他觉得 对于斯福追 就叫护腕有点亏 啊 这边的话 是个满血的座位家 定个点 回去 定到那边 这边的话 应该是盲女在修机 看能不能找一下机会 因为盲女的话 他很没弱 还是好抓的 一刀 哇 延迟刀器 秒了秒了 现在的话 这二手节奏续上了 而且他们修的应该是 一个三连一样的 也不算是三连吧 这机子隔得比较远 但 姑且把它当做三连 这边的话 捏着牌出去啊 这个佣兵挺嚣张 你交不交护腕吗 OK 我们再看这边啊 这边刚开始是 座位家在修机 我捏着牌过去看一下 哎 耳鸣都没有 直接回去 这有一种 炸鱼的即逝感啊 哎不是吧 这吧 真的是一个 殿堂局 虽然是个 刚到五架啊 可能是赛季末的缘故 这边的话一刀 佣兵居然倒了 这佣兵的话 我们通过赛后 肥放也是可以看到 他想用这个护腕的 但是护腕没用出来 那就再把它挂在中间 挂中间最好 挂中间的话 同时守着两边的遗产 房女跟座位家在外面 虽然他们是修机位 修得很快 但是 现在的话 他们连摸上 机子的机会都没有 列车牌出去 看一下 哦 这边看到脚印了 再看一下 另一个人在那 我这边真没看到 就是看到 这盲鸣用了个飞轮 才发现 连他在我脸上 哇 这个地图有点暗 有点瞎了 底牌切个闪现 打个双岛 OK 那么通过这个双岛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局已经 大局一定胜负一分了 剩下其实时间问题啊 这把纯熟的是 一个娱乐赛 一个挑战 就是挑战一整局 无拍照 这边也是感觉 挑战成功了 挺有趣的 易近的话 任为五阶 我们的话 还是需要 温柔一点 对他们 这边的话 最后一个 坐雨架 王雨的话 其实他有自起的 他不敢交 这边的话 逼迫一下 作为家的走位 翻不翻这个窗 好 翻这个窗 我们直接回溯 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 慢性死亡了 人也救不到 也修不了机 铺铛还隔这么远 补不了状态 我们先守着拥兵 避免给他们机会 这边捏着牌 其实就是很多人还问 这个约瑟夫 为什么我打约瑟夫的时候 要随手捏牌 其实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了 就随时做好回溯的准备 这边也通过脚印 看到 这边有人啊 是一个奏医家 没关系 这边的话 直接一刀啊 远方也是看到 那边机子在修 说明我还是能够锁定 这个盲铛的位置 所以就直接自信地 把这周围家给挂了 给盲铛一点 跳地叫的一些希望好吧 这边走过去 看到那台机子 已经不怎么动了 那就列着牌过去 看一下盲铛会跑在哪 周波排人也挺细节 因为我的很多粉丝啊 他们都是 可能是四街左右的一些 刚玩悦瑟夫的小伙伴是吧 就有的时候可能 到了五街区 却不是很好赢 这边的话 这个牌人 大家可以学一下 这边丢个牌 这边的话 也是远处看到了盲铛的位置 他想跟我绕这个大房 因为盲铛是有个小偷的 所以跟他反绕是行不通的 但是我们列着牌 这边的话 凭个感觉 直接回到他脸上 这边看一下 好 差不多了 直接回 好 直接一刀带走 Nice 那么游戏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